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时候多说点闲本吧 观众还不爱听 到咱们这成了 咱过论词 什么都能说 天文地理 异步形象 自然历史 什么叫地理医药 啥都能说 当然了 我也就是古往言之 古往听之 没有学问 关键是也没有学历 大小也没正式上过学 跟各位一聊天 老亏着心呢 好在您各位也不跟我上令 今天咱聊一个比较大致点的历史话题 九子夺嫡 这九子夺嫡啊 也叫九龙夺嫡 也叫九王夺嫡 说了归其呢 就是康熙皇上这九个儿子 争夺皇位的这么一个事情 历史上的真实实践 当然了 这个电视剧也演过 舞台剧也有 电影也有 京剧舞台上也都有 但这个呢 它每一个故事发展呢 都是有人家自己的想法的 所以说呢 或多或少的有些个变化 但咱们聊呢 就得基于历史 可能说那年头咱也没赶上 到今天所有这些事情 也无外乎就是一些个历史记载 包括野史上流传的事情 我只跟大伙探讨一下 因为这段故事我还是比较感兴趣 这个九子夺嫡呢 说的是康熙帝的九个儿子 参与皇位的争夺 当然 他不止这个九个皇上啊 康熙皇帝的儿子有二十四个 参加夺位的是九个 那这九个是哪九个呢 咱们挨个说啊 大阿哥 爱心觉罗 隐之 这个爱心觉罗呢 还有一种说法 念法叫爱心觉罗 当然具体怎么说呢 您看有一纪录片 您听听人家末代皇帝溥仪在这个法庭上那个那段老北京话 人家那也估计听准啊 反正怎么念都我 爱心觉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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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是什么意思嘛 您都知道就行了啊 大阿哥就是隐之 二阿哥呢 叫隐仁 三阿哥是隐之 四阿哥呢 是隐真 八阿哥 隐四 九阿哥 隐唐 十二个是隐俄 十三阿哥 隐祥 十四阿哥 隐提 哥儿九个 为了皇位 打起来哩 要争这个 大清一哥 当然最后是四阿哥 隐真胜了 就是 康熙也去世之后 继承皇位的那位 雍正帝 就是四阿哥 这个康熙十四年的时候啊 康熙最早是立了 二阿哥 印仁为皇太子 这个皇太子那年他才 两岁 那当然后来 黄太子那这个不学好了 有点骄纵蛮横 接党 营私 一直到了后来 康熙杀索图 父子关系才紧张 索图呢 是康熙年间的全臣呢 满洲 正皇旗的人 大学是索尼的第三个儿子 他是校成 任皇后的叔父 世袭一等功 先后任国史院大学室 宝和殿大学室 义政大臣 领侍卫内大臣 反正好多官 参与了很多重大的政治决策和活动 啊 很厉害 所以这个 康熙帝刚当皇上的时候 继位之初嘛 敖拜专权 索图就辅佐 然后拿住了敖拜 连党羽一国会啊 一网都兜进来了 所以说 很受信任 很受信任 当然后来就因为参与这皇太子之争 到后来给 圈到宗人府里边 到后来饿死他 所以后来康熙这个 以皇太子说 这个他 不法祖德 不尊赈训 啊 这个理由就 废除他 其实这个 太子啊 印仁啊 小的时候 这个一切一切都是 很美丽的啊 他出生在紫禁城的昆宁宫 母亲呢 因为生完他之后难产 去世了 可康熙帝跟皇后呢 感情特别好 呦 很难过 隆重的纸丧 这棚白事 办得特别的大吃 然后呢 就好好地 抚养这个 这遗孤啊 就是 印仁 因为这个 他那哥哥 有位嫡长子 啊 嫡长子是 臣哭又伤 所以说 康熙帝呢 就册封了 印仁为皇太子 那是真宠 整个大清朝 这是唯一的一位 名利的皇太子 啊 又大小聪明 聪慧好学 开奖经研 主持祭祀 那方方面面啊 哪一块做的都很到位 所以说 作为康熙的继承人 接班人 那 文桃武略 不负众望 到后来 就他父亲对他很失望的时候 依然也承认他的这个能力 啊 他好几次 监国听政 也确实减轻了康熙的负担 也就说清朝即盛时期的那个来临 他有一份功劳 可是您得这么想 他这个 在皇宫里这个身份 这个状态 养尊处用 而且他那个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 他不像说说像话的啊 活得简单一点 他这个状态 好像到最后让他有点人格分裂 可以说就是贤德不在 所以说到后来变得就是 娇宗啊 蛮横啊 接党营私 他这个有一个太子党 就紧密团结在他身边 以索额图为领袖 啊 八个字的口号 就是拥护太子 马上登记 这到后来康熙就杀了索额图嘛 爷俩关系就就恶化了 这是康熙四十七年 康熙寻姓塞外 这当家就是有这么几件事 让康熙弟特别不满 寻姓途中 刚满七岁 黄十八子得了病 哎呦 康熙着急呀 你怎么了 但是太子无动于衷 哎 康熙就想起来了 这十多年前有这么一个事 我心里挺别扭 就是康熙二十九年七月 乌兰不通之战 在这支战之前 康熙病了 啊 让这个黄太子 跟黄三子迟疑前营 说你们来瞧瞧爸爸来吧 来了之后 就这个印仁 太子到了行宫 看见爸爸这状态 大的咧咧的 一点也没有 哎呦 爸爸您难受不难受啊 如何如何呀 哎 表现不好 康熙认为这孩子完了 没有这个 钟爱君父之念 说得了 你回北京吧 让他先走了 所以后来康熙爷说 在废太子的时候说 说我包容了二十多年 其实就是把这个事 作为起点 这一件事情 给康熙留了很深的印象 责备太子 说这个 作为敌长子 你好无有做兄长的样子 你弟弟得了病了 你怎么一点不疼着 但是这位黄太子 不接受批评 翻脸了 跟他爸爸降嘴 顶嘴 而且在返京的途中 康熙就发现太子 晚上靠近他的帐筒 从这个术里边 往里边看 康熙这心里咯瞪一下 要坏 就怀疑太子可能要适逆 就是他可能要杀爸爸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 这个陈世军子杀父 这种事情不少 所以说 刺激着康熙下决心 废掉皇太子 那么这之后 这各些位阿哥们就开始了 就对皇位就开始 明争暗强 这里边有一大阿子 大阿哥叫印之 他是书长子 书长子就是 他妈不是这个正经皇后 后边那些个娘娘其中之一 这个不是敌出 输出 输出的没有资格 所以自己知道 没有希望 没希望怎么办呢 他可以提议 跟康熙提议 最好是八个印刺 这个因为他们俩人感情比较好一些 一个是他提议这个 另外又说了 说这个父亲您看这个印人 您不是很生气 干脆我替您杀了才得了 这个话一说 康熙很寒心呢 这是原家训斥 所以说呢 而且确实也对八阿哥严加提防 你看 他一气把人家八阿哥也给害了 这时候三阿哥引指 叫叫印指 揭发 说我们这大阿哥 这个背地里歪墨邪道的 这个准备 叫加害印人 这几个事搁立块 抗袭急了 把大阿哥囚禁 尤其是这个 对这个 八阿哥印刺 讨厌的说你怎么能跟这大阿哥 印之里面一块勾结呢 是吧 也把他关起来 当然后又放了 所以 因为这察觉到 皇子们对于这个皇太子的位置 都是蠢蠢欲动 所以在康熙48年 康熙又恢复了印人的太子地位 当然到后来了 后来这个印人被告发 说跟什么刑部上述 好些人接党英私 再次下招废太子 打那旗这位太子一直被就圈起来了 不让出去 一直到死 一闹成这样呢 这三阿哥印之 我提出来了 主动退出竞争 我不参与了 大阿哥印之呢 也从这个书长子 做成了这个戒下囚 但是这个印之呢 在这个诸皇子里边呢 其实还是比较能干的 但是出身不好嘛 没办法 他的生母是书妃 远不如那几位 也尤其是皇二子印人的生母 那是皇后 所以说没有办法 高贵嘛 可是表面尊崇复命 心里边他也爱这个太子的地位啊 那会儿有一个传教士叫白晋 曾经说过 就夸这个大阿哥印之 说皇上特别宠爱这皇子 这个皇子很可爱 那是一个美男子 才华横溢 有各种美德 如何如何的 他曾经三次随着康熙帝出征啊 巡视都挺有所作为的 其实一切都很好 但是由于后边做的这些事情 让他爸爸很生气 就说他你是乱臣贼子 最后下令夺了他的郡王 这个爵位 郡王的爵位给夺了 严加看守 府地高墙呢 幽进起来 您想啊 夺敌失败时他37岁 他在高墙里边圈了26年 一直到后来啊 雍正12年去世 终年63岁 这辈子活得也是挺委屈的 这里边就涉及到八阿哥印四 印四呢 是第八子 他的雍正呢 是一亩兄弟 大小呢 很受康熙的喜爱 17岁就封为了贝勒 是当时封爵皇子里边 应该是最年轻的 啊 为人亲切 随和 待人处事呢 体贴细致 灵活温润 人缘很好 跟很多阿哥关系都不错 康熙那会儿让他管这个 广善库 重建冬月庙 什么熟里内务府总管 都归他管 第一次废太子的时候 就这位八阿哥印四呢 跟他的同党 也憋着约欲试 因为这会儿这东西 咱们瞧一瞧吧 是不是啊 万一要成功了呢 就有这个想法 但是康熙帝呢 对他有些行为觉得不满意 尤其是你看印四 还找这个张明德 想面啊 就是憋着帽上 抬着自己 这些行为 他爸爸觉得不可爱 形象大损 这一下呢 个人威望 包括他死党的 这些个势力啊 都是元气大伤 但是他最后 他也没有放弃 对太子之位的争夺 可到后来出一个事 算是彻底吧 这些伤给灭了 就是康熙五十三年 康熙帝往热河巡视 途经这个密云县 花沟域 反正是这些地方吧 印四呢 应该是随在身边 但这会儿呢 是他母亲去世三周年 所以他呢 去祭典他母亲 但是呢 他没自己去请安 说这事 就派了太监 跟康熙说了一事 说我那个 在那个别处 等着你一块回京 但这个呢 也没有什么 关键就是他 他托太监 送给他父亲 这老鹰 送了一只鹰 拿来了 打开一瞧 这鹰要死 康熙很愤怒 认为这是 对自己的诅咒 那你看 送老鹰死的 就把所有的儿子 都叫了 就告诉 自此 朕与印寺 父子之恩 决一 打今儿起 我们俩 爷儿俩这交情 就算没有了 所以说 一瞧这个 储位无望呢 印寺就把希望 都寄托在这个 十四阿哥身上 十四阿哥叫印提 到后来 你看康熙帝驾崩 本来以为 这个十四阿哥 能入城大统 但结果 没成功 这一没成功之后呢 反正 种种原因吧 这个 雍正帝对他呢 也不是 太爱看的 当然后来 为了稳定人心 先封他一个 和硕 廉亲王 办什么 公布事务 什么的 等后来 雍正帝坐稳了 又找个借口 把他削了王决 并且 圈禁起来了 也挺惨的 这里还有个三阿哥 三阿哥呢 叫印旨 这个印旨啊 无论是文学 书法 骑马 射箭 在所有皇子里边 其实是很突出的 曾经你想 他跟他父亲一块 初赛 大围的时候呢 他跟康熙 比试过 也俩不分上下 挺好 后来封他为 成郡王 但是 他转过年 九月 他因为这个 有个敏飞嘛 敏飞去世了 在这个不到一百天的时候呢 他剃了个头 这算惹了祸了 因为这个 把成郡王这个呢 降为了贝勒 到了康熙四十七年 因为他平时呢 跟这个太子印扔啊 关系还算不错 得到了康熙帝的好感 所以说 转过年来 印扔为皇太子的时候 这个印旨 封为了 和硕成亲王 这个印旨 这位三阿哥 不太热心 说要当什么 什么太子啊 这皇储的事 他不喜欢 一门心思 就喜欢编书 喜欢写字 书法写得好 因为这个写得好呢 他寿命书写 这个康熙帝 景陵 那个神功 圣德卑文 他的这个老师 门客跟前的人 都是学者 一些个不一啊 高人什么的 所以说 他写了确实不少 那么 搅和储位的事呢 其实是一个蒙古懒嘛 巴汉格隆 帮助皇太子 私下里边 一会儿设阴谋 印旨知道这个事之后 然后打听好了 告诉康熙帝 雍正继位之后呢 把他的名字 改为叫云旨 必胜会嘛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那会儿 他跟前辈那个太子啊 你们俩关系不错 结果就给他发配到了 尊化马兰玉 为康熙守灵 到这之后呢 他这个心情不好 经常的发牢骚 又对这个 遗亲王 印祥之死 缺少哀悼之情 所以雍正帝 后来知道之后 把他夺绝 幽禁 最后是死在了 景山的永安亭 挺乱 他们家这事 确实是挺乱 这个印仍再度 被废之后呢 八阿个印四 支持十四阿个 这个九阿个印堂 十阿个印俄 支持八阿个印四 所以说这个 十三阿个印祥呢 支持四阿个印真 这玩哥们兄弟之间 就是你跟我好 我跟他好 这就挺热闹呗 是不是 印真在太子 首次被废之后 那敢于为印仑说好话 属于是太子党 反正到最后吧 咱们简单揭说 他是形成了四野党 和这个八野党 两大势力 康熙六十一年 康熙帝 并故于畅纯元 当时八野党支持的 十四阿个呢 在西北 四阿个呢 在北京 康熙的近臣 布军统领龙克多 宣布 康熙遗嘱 宣印真继承皇位 也就是雍正皇帝 后来八野党的人 都遭到了清算旧账 九王夺敌 是以雍正取胜 告终 这个在这里边呢 十四阿个印提 离着皇位是一步之遥 十四子 他是乾隆的皇叔 生母是孝公人皇后 康熙五十七年 作为西征的统帅 领兵出征 保卫西藏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雍正登基之后呢 就把他派走了 派到皇陵那去 幽进 到了雍正四年 改为了圈进 直到乾隆继位之后 才恢复了自由 这里边还有一个 九阿个印堂 九阿个呢 是雍正帝的一亩帝 他属于是八阿个党的 从小好学习 聪明 而且据说喜欢发明 设计了好多什么展车 什么的 而且头一个 他是满族人 用拉丁语 转写满 这很厉害 热爱外国文化 热爱西学 还学过外语 当时跟很多来华的传教士 交朋友 但是因为他这个 他皇八子 皇十四子的这个支持者 所以张雍正帝 那么不爱看他 所以到最后呢 是被囚禁 毒死 享年四十三岁 这里边有一个 特别会战队的人 就是十三哈格 印祥 他跟雍秦王印针 就是后来的雍正帝 关系好 雍正帝带他 也非同寻常 那会儿他爸爸还活着呢 康熙六十一年 四皇子 印针继位 印祥呢 就奉为何硕一秦王 后来又出任 叫义政大臣 处理一些个重要的政务 到后来 什么总理户部 全力的辅佐 这个各种 治理国家的重要的任务 都是他来赶 很重要 很重要 他因为对雍正朝的 这个功绩太大 所以说 得到了世袭网替的许可 封为铁帽子王 是大清有史以来 第九位铁帽子王 雍正八年去世 四十五岁就没了 配享太庙 上嗜号为贤 另次有一个匾额 写着是 忠敬成职 勤慎联名 关于世前 又把他名字里边 允祥 因为这个为了避圣会嘛 所有兄弟们 把那个印字都改成了允字 但是为了他这个 把允字死之后 给他改回了印字 这是有清一代 臣子里边 不避皇帝会的 唯一的这么一个势力 当然了 这里边最终胜利 就是斯阿高 印真 雍正帝 是最终的胜利者 他这个也不容易啊 整个这个 这一块 跟弟兄们一起来争来闹的啊 当然到后来 这个雍正一朝呢 整顿立志 确实 勤于正式啊 所以自己也说自己 以勤 先天下 这皇太子 费而复利 一会再费 一会再利 所以晚年的康熙心里交瘁 所以说他知道 立太子难免有矛盾 不立呢 也可能更好 这样能减少 内征的这个这个内耗啊 所以达志祺 才有的这个秘密建筑制度 雍正就知道这个 咱以后咱不立太子了 皇帝写诏书 放在前秦宫 正大光明匾后边 到皇帝驾崩之后 才能打开 才能宣布继承人 这个就啰里啰嗦 简简单单的 说了点这个 九王夺嫡的事 也未必对 有机会有明白人 您多指教啊 我向您各位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